冻金针收费标准 最后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在这个冻金针的收费的问题 因为我没在私立诊所干过 所以对私立诊所的收费 不是很清楚 我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在北京的公立医院 我是怎么收的 因为只要在公立医院工作的朋友 可能都非常清楚 也深有体会 医保现在对这个收费 是非常苛刻的 检查的也特别严格 就任何一项 他们看似不合理的收费 都可能是会被拒付的 一旦要产生拒付 我们医院的这个规定是说 开单医生自己赔治疗费 然后额外还要接受医生的 医院层面的三倍罚金 所以我就是 我能想到的 就可以尽可能合理的收费 一方面不至于收费过低 体现不了咱们的这个针灸的价值 另外一方面的还要合规 目前为止 我想到的这个收费 还暂时没有被医保拒付 所以我就来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北京的 这个医保收费项目里面 有这个脊柱认真的治疗收费 像脊柱认针 一次546 它主要是治疗颈痛 胸背痛 腰底痛 坐股神经痛 四肢关节认针治疗 是234一次 手足认针是123一次 医保是规定每周治疗 是不能超过两次 当然我首先要说 这个认针能够治疗的部位 还有它能够达到的效果 动筋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甚至动筋针的效果 要比认针还要好 但是因为我用认针 我收这项费 就是因为我得能收上来 因为没有动筋针的收费项目嘛 所以说就是会开这个 给大家就是可以参照一下 用这个收费 另外呢 我们动筋针它是有多种基础手法 还有符合手法 这些都属于特殊手法 所以就是也可以收这个 特殊手法针刺这一项 这一项是一次是54块钱 然后此外我们还可以配 走罐啊 把罐啊这些 走罐把罐就是 一方面是为了经济效益 一方面我就发现 我们在给它扎完之后呢 有的时候它那个针眼里面 会有一些微微的出血 然后我们就通过拔罐 把这个血给它拔出来 其实也是一个减张减压 然后缓解疼痛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就是通常 我在治疗完之后 都会给它配上一个拔罐 然后走罐 其实也是加强 它浅筋膜层的一个松解效果嘛 所以配上 就是配上这个动筋针 我觉得效果还是 会有一些更好的改善 然后还有爱揪啊 红外线的照射啊这些 都是可以收的 但是就是总的收费项目 是不能超过四项的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 情况自由组合吧 这样呢 它一次收费就在600元左右 然后根据患者的 报销比例不同 比如说付10%到30%一次呀 也就是几十块钱一次 这个呢 也是大多数患者能够接受的 刚才呢 这个杨主任也提到了 他说的咱们这个方法 简便啊经济啊 实惠啊那些 我就不重复了 这个是一个方面优点 第二个方面优点呢 就是疗效快 立竿见影 当场接效 而且这个效果呢 相对来讲 比较稳定 而且呢 他在这个过程 他三甲医院呢 他在这个医疗城堡上 他还能够去报这个保险 他也说了 参考这个认真的标准 好像132块钱啊 再加上几个项目 一次能报600块钱左右 当然拿不到这些钱 我知道这个保险 根据你的这个买的计划不同了 他cover的比例也不一样 所以呢 那也是很可观的 这就是说 咱们这个动精神治疗这个方法呢 医保可以能够给付 给付啊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啊 我刚才听了 他介绍 他说还付钱了 那这个呢 咱是第一份啊 我听到的消息 那么这给大家呢 带来了一个希望 是不是在咱们大医院的啊 有这个城堡 这个资质的这些医院 可以尝试到申报动精诊 参考认真的收费比例 认真就是皮针的 小针刀啊 其实都可以都可以参考 他的收费比例 其实我们在美国呢 也是比豪针收费要高很多啊 我们也是收费一百多美金一次啊 就这个呢 基本上都是自费的啊 要是保险能报的比这个还要高啊 还要高两三百块钱 那也是尝试啊 没进 所以呢 大家去尝试啊 尝试这方面的医保 尝试这方面的科研 就在那前面 可 切试